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不要不相信,五个生肖,二十天内会发一笔横财,生肖鸡,生肖鸡的朋友,在未来二十天献饼天上吊,横财不断,行大运中大奖,大富特富,但有急性的介入,意味着将获得有利的贵人的相助,加上本身不服输的斗志, 不管是事业上还是财运方面,都会有不错的收入,有催财望路,名利双收之兆,生肖鸢,未来二十天献饼天上吊,横财不断,行大运中大奖,大富特富,紫微星临照,喜气迎门,精明灵活,体谅他人,再加上十年金火木库落于未妥,财库形成喜用神,好运不断遇到任何事情, 都能够平安度过,赚得聚财,同时他们天生有勇有谋,个人能力非凡,从小到大,一直是福气望于天得到人,如果好好把握当下的每一天,注定会钱财不缺,衣食无忧,家运兴旺,生肖兔,在二十二年有一个大丰收,精神异议,状态较好,工作努力, 未来二十天献饼天上吊,横财不断,行大运中大奖,大富特富,再加上,与生俱来的气质就很出众,收入也是会随着水涨船高,独出心裁,同时在工作上,还会有很多赚钱的机会,很快就能工资翻倍,事业小有成就,收入暴涨,生活富裕,大吉大利, 家人安心,如果能够学会,组建自己的团队,运势顺利安泰,内心安逸富足,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,生肖龙,生肖龙的人在未来二十天内,贵人运非常不错,他们得贵人自八方而来,财运进入最鼎盛时期,有望大富大贵发大财, 另外事业有望上受赏识,晋升不断,今后财神进家门,富贵连连,生肖羊,生肖羊的人极具智慧,办事谨慎冷静,责任心很重,他们在未来二十天有贵人撑腰,财神当靠山,难逃富贵,横财躲不过,整体生活相当滋润,事业如鱼得水,未来蒸蒸日上,顺畅无比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富有,七月中旬财神爷驾到,这几个生肖财运暴增,蜀羊偏财运强,蜀羊的人天资是比较的聪颖的,在做事时头脑很清晰,他们很早就有了投资的想法,之前积累的投资经验,已经很丰富了,他们在财运方面得到天德, 月得两大吉星相助,将会财源广尽,不光只是财运,在事业运上,也是能提供很大的帮助,在本月中旬,受吉星偏财浮照,个人财运飙升,将会有一笔大的,投资获利收入囊中,蜀猪大发横财,蜀猪的人是比较的聪明的, 他们很早的时候,就开始从事投资活动,这方面有助很丰富的经验,虽然并没有很充足的资金,给到他们,但凭着努力,这个月中旬因吉星,天财入局其财博工,有财神也保佑执照,财源滚滚,还能够获得一码新的帮助,给他们带来超级好的财运,投资市场的形势,也是一片大好, 接下来一定大发横财,蜀龙贵人相助,蜀龙的人向来的财运,就是很不错的,而且偏财运市更是大好,与生俱来的好运气,让蜀龙的人,即使没有出众的财气和能力,也能在恰当时间中,获得一份意外之财,在这个月的中旬,如果蜀龙的人,去选择做投资的话,将会有很多的收入, 这段时间的偏财将会很好,再加上有贵人相助,同时命格,进入龙德星和紫微星后,肯定能在投资中一本万利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 神智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七月偏财大望,有望会中偏财的生肖,福德正神保佑你,生肖蛇的人,进入七月犹如春雷唤醒, 冬眠的蛇,人生的挑战规划,属于自己的事情,同时在吉星会翠之下,你们好运连连,财富连连,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,你们只能够收获爱情,也能够收获人生的财富, 更是满面春风来爱情事业双丰收,家庭和和美美,事业蒸蒸日上,欢乐喜地过上支付生活, 在今年,一定能够收获人生的财富,生肖猴的人,进入七月过后之前的美运, 一扫而过,好运降临,急心高照,运势得到了飞速发展,的正财运和偏财运,都会向你们靠拢来了, 进入上上千,好运降临,所以你们,为人做事精力比较充沛,有十足的能力和气场, 自然赚钱也是多多,所以在贵人的帮助之下,生肖属猴的人, 从七月就能够望到年尾,是你们事事顺心如意,做什么事情都能够达到理想中的要求, 好好把握人生的事情,规避人生的风险,让自己的人生从此不再迷茫, 生肖属的人,在七月叙事已久的能量,终于表现了出来, 所以你们做什么事情都能够,虎虎生微,四面八方财运来, 不管做什么事情,都能够让自己事业蒸蒸日上, 你们庞扶,抽到了人生的上上千,在七月份做事可以顺风顺水, 从年头望到年尾,财富自然滚滚而来,好运挡都挡不住, 注定今年,是属于多财多金一年,生肖龙的人,虽然自身有疾运加深, 不过在前段时间,发展却非常不顺利,经常因为小人作祟而受阻不断, 不过不用太过忧心,七月有财游喜有福道,天降超票语, 横财不断,腰缠万贯,富贵满满,喜事接二连三,日子越过越好, 富贵越来越足,惹人羡慕,生肖狗的人,很要强,不服输, 做什么都必须要求自己做到最好,总会想尽办法排除万难, 七月有财游喜有福道,天降超票语,横财不断,腰缠万贯, 生肖狗的人会有贵人出现,帮助他们在职场上,有更出色的发展, 同时还能让收入翻番,迎来大笔意外钱财,好运连连遇, 生肖马的人,今年运势上扬,一路上有贵人前来相助, 七月有财游喜有福道,天降超票语,横财不断,腰缠万贯, 属于他们的财门大开,赚钱对他们来说,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, 如果能更好地把握住这个机会,不仅七月份望, 而且这份望运将会持续整年,腰缠万贯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自立等人,大愿就可以实现。